大家好,我是萱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看过一则民生新闻,心里五味杂陈 在生命的后半段,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的时光 然而对于今年70岁的刘大爷来说 这段岁月过得格外艰辛 刘大爷的一双儿女早已成家立业 本来一家人和和美美,日子过得野蛮滋润 但自从几年前,刘大爷从单位退休后 原本平静的生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开始,刘大爷只是帮忙接送几个孙子 后来,除了接送,刘大爷还要承担孙子们的学费 甚至,孙子们的日常零花也成了刘大爷的日常开支 等到孙子们上了小学,每到周末 儿子,女儿两家人全部回家看看 刘大爷又开始犯难 因为小姨辈来了,什么都不干 买菜,做饭,洗碗等这些活 都是刘大爷和老伴一手操办 每次孩子们走后 刘大爷和老伴都要先上好几天 才能慢慢缓过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 儿子和女儿总是从刘大爷这里拿钱用 虽然每次都打着借的名义 但是从来都没有缓过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知道他们一直以来把我当成了自动取款机 什么时候需要钱就过来取 有一年,刘大爷生病住院 是儿子给办理的住院手续 但经过这一遭 刘大爷的医保卡,银行卡等 全都进了儿子的口袋 自此,刘大爷要用钱 都得找儿子要 对于这种情况 刘大爷颇显无奈 你说我能跟他硬要回来吗 如果我硬要 不仅很难要回这些东西 甚至还有可能 就此和儿女的关系搞僵硬 我只能安慰自己 做父母的 不就是为了孩子好吗 事事难料 本以为退休后 可以儿孙绕夕 安享晚年 不成想 如今倒成了给儿女倒贴钱的保姆 其实 刘大爷的经历并非个例 类似的心形啃老 还有很多 第一,被亲情绑架的父母 进退两难 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 在城市有65%以上的家庭 存在老养小的现象 有30%左右的成年人 依靠父母为其支付部分 甚至全部的生活费过火 然而 身在其中的儿女浑然不绝 苦得却是年过半百 依然不敢松懈的父母 50多岁的张阿姨 最近就遇到这么一件烦心事 作为许多大学生的就业首选 考工考编的热度 近年来只增不减 然而考工之路 却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每年上岸的人十分有限 张阿姨的女儿北里 已经毕业两年 却一直在家备考公务员 说是备考 实则是打着备考的幌子 在家待着 北里在家并不好好学习 每日不是忙着出去逛街聚会 就是和小姐妹商量 哪天再出去旅游 即便偶尔抽出时间来做做题 也只是蜻蜓点水 水过地皮湿 所以每次考试 北里的成绩都不太理想 张阿姨为此事操心不已 平时没事就在女儿面前念叨 你还是好生看下书嘛 不要每次都是临时抱佛脚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不要老是出去玩 自己也不挣钱 花钱倒是心安理得 一开始 北里手心向上要钱的时候 还偶尔脸红 觉得不好意思 可后来张阿姨说的多了 北里反倒理直气壮起来 出去工作 很简单 但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我要考到体制内 那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女儿说的头头是道 张阿姨见劝说不了女儿 便只能由她了 毕竟孩子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做父母的也不好硬逼着孩子 可以说 张阿姨是无数中国式父母的一个缩影 被已经成年的子女用感情绑架 在名为爱的漩涡里进退两难 他们既想身体力行支持孩子的选择 但又不得不承受老杨小的现实 只能在生活这条路上继续风雨兼程 读第二 相对孝顺而言 父母更希望孩子独立 同是小杨说过这么一件事 小杨今年28岁 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 每月工资8000元 在二线城市 小杨的工资算是中等水平 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而 小杨和他的恋人已经相恋三年 计划在今年结婚 结婚不是小事 女方提出要10万元彩礼 为了凑够彩礼前 小杨在工作之余 还额外兼职做一些副业 即便如此 小杨每月除开日常花销 净收入只有不到1万元 按照这个进度 要想在年底之前攒够10万 有些不大现实 去年 小杨按揭购买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 首付38万 首付的钱 全是父母出的 加上这次结婚 父母还要为他们筹备婚宴 给女友购买3万元的黄金首饰 再加上买车的18万 父母的积蓄已经被掏空 于是 当小杨不得不再次问父母借钱时 父母只好向亲戚借了10万元 小杨其实很懂事 但面对现实 他也犯难 如果可以 我宁愿自己打拼 可女朋友不能一直等我 这就是现实 我不肯老 女朋友就会离开 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接外活 让父母压力小一点 不过 小杨不知道的是 为了给自己凑钱结婚 父亲把本应用来手术的钱垫了进去 等到小杨结完婚 母亲才把事情告诉他 为了给父亲治病 母亲又厚着脸皮 向娘家亲戚借了十几万 这才没耽误父亲的治疗 不过 父亲的病医好之后 却又不得不面临更大的难题 还清举借的外债 而为了不影响孩子的生活 老两口悄悄在菜市场白起了早餐摊 每日起早摊黑 丝毫不敢松懈 我们经常说 成年人要学会独立 独立 虽然是老生常谈 但一直都是一种稀缺的能力 其实 孝顺父母最好的模样 也是这两个字 纵然父母辛苦半生 不求回报 但为人子女更要明白 父母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们同样渴望自由 也有自己想要奔赴的诗和远方 他们最大的期盼 并不是孩子回报自己什么 而是孩子有自己广阔的天空 能够自食其力 第三 世界上最贵的肯老 叫我杨尼老 人民日报报道过这样一件事 福建省福州市敏后县 有一个叫黄思琳的小姑娘 四岁的时候 黄思琳的父亲 从工地的脚手架上跌落 造成脊椎粉碎性骨折 脖子以下的部位全部瘫痪 为了给父亲看病 家里负债累累 黄思琳的母亲郁郁而终 七岁起 黄思琳就独自扛起了 照顾父亲的责任 日常 黄思琳每天要为爸爸洗脸 刷牙 穿衣 喂饭 还要进行翻身 按摩等各种护理 为了维持生计 初中毕业后 黄思琳当过洗碗工 搬运工 用自己的双手 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孩子的辛苦 父亲看在眼里 孩子 你是我的一切 你也不用太累了 咱父女俩好好活着就行 明白父亲的心疼 黄思琳一脸无味 没事 我有的是力气 咱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质朴的语言 无声的行动 换来的是生活的蒸蒸日上 2021年 26岁的黄思琳 又在夜市 摆起了流动小摊 卖烤猪蹄 踏上创业之路 黄思琳喜欢把自己烤的猪蹄 拿给父亲吃 每次吃完 父亲总是赞不绝口 虽然父亲不能给我什么 但只要有他的陪伴 我就有力量去做很多事 虽然辛苦 但黄思琳很开心 因为在他看来 一屋两人 三餐四季 就是人生 很多网友被黄思琳深深感动 你养我大 我养你老 满满的正能量 是啊 百善孝为先 压有反哺之意 养有贵乳之恩 在我们年幼的时候 父母为我们遮风挡雨 当他们年迈时 我们也应当为他们撑起一片天 第四 这世上最贵的啃老 莫过于我养你老 今年两会 不少代表委员 就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提出了建议 其中就提到 要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 教育负担 主持人白延松也认为 我觉得为家庭减负提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能为家庭当中的年轻一代 包括年轻夫妇 减负的话 全家老少也都会成为受益者 从长远来看 为家庭减负 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只有每个家庭成员的负担减轻了 这个家才有变幸福的可能 而从当下看 家庭幸福的钥匙 其实就握在每个家庭成员自己手中 当孩子的工作和家庭兼顾不过来时 父母能伸手帮一把 当父母头发斑白 行动不便时 孩子能学会心疼和关爱 从爱出发 有爱才是家 唯有双向奔赴的付出和给予 才是单边啃老的解药 视频看到这点的订阅吧 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 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 也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老有所依 安享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